花莲市立幼儿园8号上午举办小班新生招生的公开抽签 现场来了78个家庭 要争取74个名额 市长威嘉贤也特地前往关心 感谢家长对于幼儿园的支持 并放心把孩子交给室友 幼儿园会持续打造优质的环境 让小朋友能够在快乐中学习成长 花莲市立幼儿园109学年度招生作业 6月1号开始开放升级登记到6月5号 新生招生名额总共是120位 扣除符合条件优先入学46人 最后剩下74个名额开放给一班生 但这次报名人数有78人 大约是95%的录取率 室友选在8号一大早公开抽签 好 恭喜 2号陈子晴抽签号码为24号正式 签名陈子晴 超紧张的 我从早上来这边就一直心跳 刚抽到的时候 整个是超爽的 很紧张啊 莫凯琪请准备 莫凯琪请抽签 黄以轩请准备 很怕啊 因为你知道 是说很贵的 准备有没有睡好 莫凯琪抽签号为正式 报名入学的小朋友及家长要抽签都好紧张 直到拿出纸条看到正取入学才松了一口气 而今年入学率比往年高 除了少子化原因之外 今年教育处也规定小朋友只能够在一个公立幼儿园来抽签 因此少了重复报名的情况 那因为这一次加上我们少子化小朋友的因素 那我们在整个花莲市的部分 大部分的学校 我们报名的人数呢都有呈现下降 今年非常感谢教育处在规定就是所有的公立幼儿园小朋友 他们都只能够在一个幼儿园抽签 那我们经由公立幼儿园的平台 他们报名之后呢 就不能再重复报名 所以这个是最有效率的报名了 所以这一次大家都 报名的学校都较为平均分配 市长温家贤 8号上午特别前往市立幼儿园 关心小朋友们入学的抽签情形 并且感谢家长对市佑的支持 市长允诺会持续打造优质的学习环境 让孩子都能够在快乐中学习成长 谢谢学历琴 华联市报道